桃園龙潭区一间养生馆大半夜的窜出火蛇 凌晨12点多店面突然起火 火势相当猛烈 店内客人跟店员在第一时间往楼上的住宅逃生 加上其他的租客 八个人一度受困在二三楼待救 消防人赶到现场赶紧协助他们脱困 但其中五人遭浓烟呛伤 预防性送医治疗 民宅一楼店面起火火势猛烈还冒出大量浓烟 附近住户还有担心 因为有人受困屋内等待救援 当我们从后门撤退的时候 已经发现后面三四楼已经站了 站了人在那边等待救援 店面起火客人跟店员第一时间往上逃 还有其他租客总共八人就受困在二三楼 害怕火势往上烧 消防也赶紧上楼救人 消防人员将人一个一个带下楼顺利脱困 不过有五人吸入过多浓烟被呛伤送医治疗 就推开门外一看 已经看到火蛇跟浓烟窜进去 我们冷气口已经在出烟了 进行扑灭火势 那顺利救出民众发明 10号凌晨12点多 桃园龙潭区中心路上 这个三层楼透天错的一楼养生馆突然起火 消防到场后赶紧救出受困民众 并在40分钟内扑灭火势 索性人都平安 不过这场火一楼家具集装潢毁了 究竟怎么烧起来的 还有带火调人员深入追查 记了林朱强桃园报道 感谢观看